国庆在家当然是吃饭睡觉录剧啊,于是杨选择了轻松愉悦的蜡笔小新,结果却发现了其中不得了的大秘密,我们都知道小新最喜欢的就是大姐姐,两类只数十颗星。 可你知道她喜欢的那些大姐姐,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女明星吗?不止日本,还有中国和欧美的,简直是女神极优测。 今天杨就带着你们来回顾一下蜡笔小新喜欢的那些女明星们。 最爱写真女星,是小新的顺嫌赌物,灯红明星松龙子,沙田玛丽娅,尤巴丽慧,广莫良子都是小新的最爱。 沙田玛丽娅,还记得小时候,看奥特曼里的蚂蚁吗?年幼的羊只记得各种大怪兽,要是早知道有这么可爱的小姐姐,能再看奥特曼八百回。 广莫良子,凭借清新脱俗的外表,元气满的性格,被评为二十世纪最后的美少女,乍一看是路边普通的女孩,仔细一看又是那么的与众不同。 松龙子,小新出去春游都不忘带她的写真集,去年播的高口被日剧,此重奏离一有不足的表现,那田有记。 求老师看到小新要读的书,是那田有记的写真集时的心理阴影面积,那田有记曾是博人虫的正牌女友,小新还曾说,想让那田有记当她妈妈,山口之子。 又是一位小新爱的写真集女神,与牧村拓栽各业,悠长假期,还曾传闻牧村拓栽,暗恋过山口之子,而小新红美牙,开心时则会说妈妈长得像山口之子。 大师会 大师会是小新,最爱的迹象女主播,于1994年4月到1996年4月,兼担任朝日新闻台newstation,的迹象播报员。 要是有这么漂亮的女主播,杨爷天天看天气预报,小公月子,与大师会同样来自朝月电视台,还是守卫穿短裙的女主播,看这画风与真人有酒分享呢? 出行名字,被评为泳装女神,还曾当选为富士电视台年度女王,藤原济湘,日本小姐选美冠军出身,是日本出名的性感女神。 当年与郭富城主演林亭战警,两人曾有过一段恋情,藤原济湘还为了郭富城与相恋多年的男友分手,后来与歌舞伎男演员结婚。 申田公子,能看出这时已经三十岁了吗?杨真的被惊艳了,是杨的蔡爱,十六岁出道就与金城武合作,引爆收事,与龟离合也合作Second Love,擦出火花,一度被穿要结婚。 早安少女组合,一个小姐姐还不够,要一群小姐姐,是日本九十年代的国民美少女组合。 后来AKB48全起之后就逐渐没落了,冰淇布,深得小心一家人的喜爱,从爸爸到小魁,真的是国民几女神了,日本女solo唱片第一。 世上教主,蔡依林就曾多次借借兵齐步的造型,娘也是从小听她哥长大的,安世奈美会,日本国民歌姬,初到二十五年,众多动漫的插曲都是由她演唱的,比如《宠物小精灵》,《拳戒叉海财王》等,上个月安世奈美会宣布隐退,带走了一代人的音乐记忆,小新不止喜欢日本的写真女星, 中国的女星也曾在动画中出现过好几次,可见其影响力。 范小轩,年轻时的范小轩,真的是可爱到爆炸。 张桂梅,想不到张桂梅年轻位八幅时这么漂亮吧,杨也没想到,哈哈哈哈,小新别看年纪小,到看女星的眼光真的是很独到了。 每一个都是大美女,难怪妈妈给立下家规,不准和不认识的大姐姐搭讪,不过小新就算喜欢再多的漂亮大姐姐,在杨心里还是觉得封建才是官配。 888.689.689.760.790.760.830